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以望 今天我们就再聊一下我们这个命运到底是不是可以改变的 其实我在之前拍过的很多视频里边 我经常跟大家说一切都是掌控在我们手里边 包括我们自己的命运 可是在我们世间的流传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的命是定的,是不能改的 或者经常我们都会说这是命中注定的了 你就接受吧 可能这样说了之后会让我们心里好过一点 那我们这个命运到底是不是能改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其实呢之前说过 世间万物一个八卦图就已经解释了所有的意义在里边 包括我们的命运也是一样的 命运呢它也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固有的 一个部分是可以改变的 还记得我以前经常给大家说过一句话吗 说当我们痛苦难过的时候 或者当我们迷茫的时候 我们可以向宇宙发一个信息 就是说请宇宙赐给我智慧和勇气 让我勇敢的去面对那些我可以改变的事情 然后再就是希望宇宙赐给我智慧和勇气 让我去接受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 然后最后一句话是请赐给我智慧 让我去分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那通过这句话大家就应该知道 我们人世间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是有两面的 就是固有的一面和可以改变的一面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还是不可以改变的呢 就说如果你看那个不可以改变的一面 你可以说你的人生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当你看到那个可以改变的一面 那你就认为你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对不对 这以往一开始说废话了 好那我们就再来去研究这个固有的东西 我们命运中的这些固有的东西是什么 它为什么会在我们生命中固定的发生 也就是说我们人生中的一些生老病死一些大事 为什么它会发生 那就是因为因果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没有命运 但是它有因果 也就是说所有发生的事情 它必定有因 所以才会有果 那当然可能有些人啊 有些叫信仰可能不相信来生转世 但是我自己我自己本身是相信的 因为同时我也相信这句话就是 万般带不走 唯有夜随身 也曾经听过这么一句话 也就是说你想知道你前一生做了什么 你就看你这一生你受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下一世是什么样子 你就看你今生你做过什么 所以这都是因果 这是比较宏观了 对吧 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前生 我也看不到我的后世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今生就有很多东西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 按照因果的推理就说 那可能是因为前生带来的原因 对吧 那这个固有的东西 它可能会必然的发生 对吧 那既然我们知道它是关于因果 那这个因果是否能改变呢 当然能改变了呀 因为你看到果之后 你就知道因是什么 那如果我们尝试着把这个因去改变它 那我们的果也就改变了呀 那有的人说 以往怎么可能我上辈子发生的事我怎么能改呢 或者说 那个那个事情已经发生到现在了 我怎么改呢 大家都知道行善积德给自己积福分 给自己积运气 给自己积贵人 对不对 讲到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去看了凡私讯 了凡私讯呢 就讲的是一个老人家 他从小呢 被一个和尚 也不被什么算命先生算准了 他的一生是怎样怎样的 然后呢 有一个老和尚就提点他 他说 如果你这么认命的话 就表示你也只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 因为人的命运 他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因果 这个因也是可以改变的 在这里呢 插一段啊 下一个视频呢 将会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有的算命先生算的会非常准 如果命运不是注定的 为什么算命先生能算出来 那后来呢 这位书生呢 就行善积德 努力的去尝试去改变他的这个因果 后来呢 他本来注定是短命的 无后的 可是他后来就是升官发财 不单长寿 而且是子孙满堂 后来呢他就写了这本书叫了凡四讯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古人有实质记载的 实质记载的改命的一个案例 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宇宙的运作法则 自然法则 我们曾经做造的因 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责任去承受这个果 所以感觉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但是同时他也会给你留一扇窗 也就是说你的行为是可以改变这个东西的 比方说当一个人向你报仇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原谅他 因为你说OK 这可能是因为我曾经造的因 我现在要去承受这个果 那当你放了下的一刹那 可能你的因果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你要想你杀我 你害我 我再继续再去害你 那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那你的因果将永远在你的命运当中 不停的循环不停的循环 永远没有终了 对不对 那讲到这一块呢 大家就可以去看那个刘德华拍的那个大只老 大只老 那个视频里也讲的就是关于因果 可能有些人也看不懂啊 但是这里我就想给大家点一句的就是 一个女孩子 在今生他要注定被要 他注定要被人杀死 是因为他上一辈子是一个就是杀人狂魔之类这样的话啊 可能在这期间心里就很纠结 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姑娘 那么善良的一个姑娘 他会他不得不要承受这样痛苦的过往 承受这样痛苦的结果 但是这个姑娘在临死的那一刻 他想通了这个因果 最后临死的时候 他选择了去放下所有的一切 他的发出的愿望是 他希望终了结束这个因果循环 他希望自己能承载起这个因果的责任 也希望这个因果到他这里从此结束 所以说他的这个行为是什么 就是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有很多东西 因果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那就说其实这个也并不是说 哎呀宇宙他是为了我们好 所以给我们机会去改过自新 其实也不是 因为这是自然法则 宇宙真正他也不会去管你的好与坏呀 你的命运是怎么赚的呀 因为你们自然而然会按照这个自然法则 去承受你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因 你自然而然就要创造 你自然而然就要承受这个果 所以我们自我们自己就在自己的因果循环中 不断的循环着 其实宇宙是不需要刻意去干涉我们的生活的 但是如果你发出意念 你想要什么 你的这个软件体 他就开始调动所有的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也不是说把宇宙拟人化 宇宙给你一个什么 你跟宇宙求啊拜呀 他给你一个什么 他不是拟人化的 他就是一个信息 就像像比特币的一个运作方法一样 他是个信息共享的一个状态 OK 当你把信息发到这个共同共享的状态里边的时候 他就同时也调动了所有的信息 然后你的意念就会 你的这个软件体就已经开始调动所有那些你需要的信息了 这个讲的是吸引力法则 比方说由于某些原因 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你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能有天生的残疾 可能是有家庭不富裕 可能是童年遭受很多的痛苦 或者是说有一些很多 我们无法改变的东西它发生了 就是你无法改变的 或者有的人天生长得丑 有的人天生长得矮 有人天生长得就有缺陷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这一些可能是由于因果 它固有发生的事情 但是你拥有这些事物之后 你选择怎么活 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 我们是可以有用自己的方式 去活出精彩的人生的 像我们改变不了天空下雨啊 下雪啊四季变换啊 地震啊洪灾啊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想尽办法去提前预警 提前去做好准备 或者是说下雨天我们可以打伞 热天我们可以开冷气 冬天我们可以穿棉袄 对不对 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它是固有的 我们无法改变的 但是我们不能改变那个事物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去承载 这件事情的方式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人生是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边呢 因为遇到的事情喜怒哀乐 你如何应对它的方法取决于我们自己 你的生活想快乐的过 还是悲惨的过 快乐的活 还是积极向上的活 还是就是痛苦的 怯懦的 遇到事情逃避的 都是取决于我们自己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无法改变了 那我们就是欣然的接受它 其实当你接受它的时候 你才能全力以赴的 把精力和时间花在那些 你可以去改变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信息已经很发达了 大家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很多那些励志的故事 他们都是曾经遇到过多少多少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 他们面对事件的这种精神 弃而不舍的精神 努力改变命运的精神 他们终于让自己的人生开花结果了 那如果把这个时间线拉长来看的话 其实你也就等于改变了你的命运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讲的这个也是离不开自然法则的 那我们再仔细想想我们的宇宙 就像我们的太阳一样 太阳本身看到它是永恒不变的 但是实际上它每时每刻 它的火焰它都在变化当中 对不对 那我们的所有的行星围着太阳转的时候 它在不断的变动中 其实也是在求一种平衡 对吧 其实和我们的命运也是一样 我们有不变的 也有可变的 而我们的不变和可变相融合 为的也是一个平衡 我们所有的宇宙的一切 它都是为了一个平衡 可是它在努力的平衡的同时 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但是只不过是按照宇宙啊 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 它可能变动更慢一点 所以说人的命可以改变吗 是可以改变的 不管你的因果要遭受多少的痛苦 它永远给你机会去改变它 它永远给你机会去悔过 它永远给你机会去放下 所以说命运永远是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记住我视频前面说过的那句话 希望宇宙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 勇敢的去改变那些我们可以改变的事情 并且勇敢的去接受那些我们不可以改变的事情 并且给我们智慧去分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当你把这些因果这些宇宙法则真正想通想透的时候 你对你的人生将会变得非常的积极 勇敢有动力 因为万物生长 生命本身它就是生机勃勃 希望生存的 所以说它的自然法则也是同样的 我们的人生只会越过越好 努力的去过好它 当然还有一点的是就像我们现在的天灾人祸 其实我们人类也是知道的 就是说我们的污染化学物品水质污染造成了可能这个大自然在反抗 其实大自然它不管是病毒也好还是什么灾难也好 它其实也是为了平衡地球 它为了平衡地球的自然生态 所以它会制造出很多的自然现象去来平衡所有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再往后站一站 并不是说地球需要我们人类为它做些什么 因为地球它就是大自然 大自然是有它的方法来平衡自己的生态的 我们的人类再怎么科技发达 它再怎么作 它作来作去 瘦的也是我们自己 对不对 当然物极必反 当我们人类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我们人也会开始反思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极简主义如此的奉行 极简主义其实就是人类升级的一个开始 如果大家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我希望大家都从极简主义开始审视你的生活 让我们重新在生活上和物品的减少上 慢慢的朝着人类思维升级的方向去努力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